那麼最近台灣不在搞 陳永康將軍他們在搞兵推嗎 經紀人說如果老公登台的話 代價會超過諾曼地 當然情況不同 什麼時代 我們看看諾曼地是怎麼回事 諾曼地的時候 當時運了多少 分成五個地方登陸 700萬噸 1萬輛車子 6939艘船 1萬1590架次的軍機 然後15萬6千個人 然後如果解放軍要打台灣的話 被認為需要3000萬噸的物資 它只有700萬噸 差不多四倍半 然後100萬輛車 這1萬輛車 100萬輛車 然後船差不多 然後軍機2100架次 它是1萬1590架次 那飛機也不同 那另外15萬多人 他是說軍事列車3000列 沒有孤人 人也不會少 因為你要那麼多的飛機跟船 人也不會少 美國陸軍的前代理部長 惠特利說 如果台海出事 美國部署是需要時間的 美國不但部署需要時間 他的國會通過什麼 這個也要時間了 所以美國學者說 如果要嚇阻中國攻台 單靠美國的硬實力並不夠 不只靠你美國 我多少軍隊 不是這樣子 還要靠軟實力 還要跟其他的國家 聯合起來等等 很複雜的 但是學者說 中共如果發兵 不管結果怎麼樣 台灣都很慘 你贏了台灣很慘 你沒有贏 就老共沒贏 台灣也很慘 因為戰場在你這個地方 你就看烏克蘭 戰場在烏克蘭 你看這個加薩高地 加薩走廊 戰場在加薩 不過李顯龍出來講 比較緩加 他說大陸在台灣議題上 並不是衝動好戰 大陸除非北京被激怒 如果沒有被激怒 事態沒有失控 人們不會在某一天醒來的時候 突然發覺 中國已經絕對攻台了 絕對不會說 突然一覺醒來 所以李顯龍在淡化台海衝突 迫在美 接著很多人說迫在美 馬上要打 馬上要打 李顯龍說也沒有那麼緊急 不認為中國會 輕率向台灣出兵 而且他說中方有人跟上面漸言 打台灣跟打硫磺島是不同的 硫磺島已經夠血腥的 你打台灣那是更血腥加血腥 所以不會的 我們看一下 中共清台可能性有多高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這樣分析 這是在淡化台海衝突破在眉睫的可能性嗎 李顯龍認為對岸並非樂於動物接管台灣 而這說法有沒有可能跟經濟學人這篇文章有關 該雜誌以中國清台江縣補給困境為題 引述解放軍的一份研究 指若攻台 估計需要三千車次的軍事列車 一百萬輛車輛 兩千一百架的飛機 與超過八千艘的船隻 來運送軍隊裝備與物資 另一份研究推測 登陸台灣需要超過三千萬噸的物資 規模遠比諾曼蒂登陸的船隻 車輛跟物資還要多 為了不讓共軍輕舉妄動 七號舉行的英日二加二會談 其聯合聲明也特別提到 台海的和平穩定 對國際社會安全繁榮不可或缺 呼籲和平解決台海議題 更強烈反對任何企圖 透過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的 單方面作為 既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後 有沒有可能英國也有事 我查了一下硫磺島 硫磺島因為日本監守硫磺島 美軍去打他 美軍死亡了6821人 負傷21865人 日軍死亡1083人 但是 講錯了 日軍1083人被俘虜 死亡22703人 就那麼小一個島 從1945年2月19號打到3月26號 打了30幾天 40天 就死了那麼多人 所以那是夠血腥了 他說如果兩岸打起來 那是比這個血腥的多 來 兩位 確實 我想剛剛看這個經濟學人 過去我們看很多兩岸的事情 包括什麼攻擊落台 擠架次 飛過中線如何如何 都還沒有到現在一個估算說 如果像實際的戰士來的時候 要運用物資上面的一個數字 我覺得看這些數字還滿驚人 滿讓人家擔憂的 就是說如果這個解放軍自己的資料 還有經濟學人把它披露出來之後 這個數量上面 看起來好像是要整個把島 就整個奪去 蹂躏掉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驚恐的數字 大家應該要放在心裡面 為什麼 剛剛想英日2加2什麼會議 講說台灣有事就英國有事 現在台灣有事全球有事 我相信大家從這個 最近以他戰爭來看 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已經死傷萬人 這個比當時俄屋 我們在看俄屋的情勢時候 當時還在講說 應該很快可以結束 結果一打打了快兩年 現在這個戰士一打打了一個多月 會繼續下去 還是很快的會結束 看起來根本不可能很快結束 因為我覺得戰士一來 背後很多的這個系統 其實沒有辦法直接去回應 所以剛剛說 這個美中養國什麼管理分歧 管理戰士這個 戰士打下去之後真的能管理分歧 管理戰場嗎 我覺得是從現在來講 當時俄屋的時候 大家看到是在冬天的時候 連這個歐洲的油氣管也斷了 很多運糧的方式也要改變 然後現在這個是靠近地中海 很多也是相關的這個運補系統 我相信也正在微調當中 所以我不認為所謂管理戰場 這件事情有辦法做到 讓死傷降低 甚至叫什麼低密度戰爭 我想這個 鄉龍哥你們研究很多 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有沒有可能俄屋走向低密度的戰士 然後可以慢慢的減少 可能嗎 如果望之在即的 一個是美國 從剛剛講 美國自己國內的狀況 有這麼好嗎 從這個眾議院議長 都可以一夕之間被人家罷免掉 然後回過台 現在選出來的這些 這個議長到底是誰 大家好像還不太認識他 就可見美國國內的情勢 並不是那麼穩定 也就是說拜登自己 明年的選舉 一部分跟俄國的關係 一部分跟中國的關係 他當然不是說 台灣會像格萊怡講說 不會在這裡出場的 我不認為他們講的這些 他都是表面安撫的部分 所以我相信現在還是很清楚 台灣的關鍵2024 事情小民都在問 現在這個以他打成這樣 國內不是沒有聲音 不是沒有單音 很多人都會從戰事裡面 開始看到 台灣2024會不會走向 更尖銳的戰爭的邊緣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勢 是不利於我們的 所以我不覺得說 這個中央 這個我們的這個政府 蔡政府 最後剩下半年 你可以高枕無憂的認為 你可以交棒給賴副總統 沒有那麼單純 所以我想說 不管是現在各方在講 跟中國怎麼樣的一個協議 基本上如果說這個中國 台灣有勢就是英國有勢 真的不要小看 這些區域的問題裡面 台灣是很難安全下莊的 好吧 山東號 老共的航母編隊 連夜進入台灣海峽 國防部說我們嚴密監控 另外賴清德說 一無一的 你們四個月變一年 一無一不用怕 不管都是前線 馮志寬說 軍人 你竟然當了軍人 一旦軍人還要分什麼 義無一致願意 打幾張來通通的上戰場 什麼前線後方 剛剛李顯龍是講說 硫磺島在那裡 我們沒去過硫磺島 但我去過沖繩島 沖繩島也很慘 你到沖繩去看看 對不對 沖繩島 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嗎 沖繩島 日本人 大部分死了將近 軍人10萬個死亡 或是被俘虜 美軍也死了差不多8萬人 平民老百姓也死了好幾萬 所以為什麼沖繩 他們居面是很反戰 打過戰爭的都知道 戰爭很可怕 翔龍 沖繩的民眾不是死掉好幾萬 沖繩的民眾是死掉三分之一 大概有20萬左右 所以沖繩的反戰的情緒 到現在仍然非常的強烈 他們意識到 日本正在強化沖繩的武裝的時候 沖繩的地方政府 是一直努力的 想要讓自己在裡面有角色 好 因為剛剛這兩條新聞 我覺得台灣人要 要有一點判讀的能力 就是雖然 第一個就是經濟學人說 如果說解放軍攻台 那個要付出的代價 會超過諾曼蒂 我們聽到諾曼蒂 因為電影看 我告訴你諾曼蒂是一個 好萊塢創造的神話跟笑話 就是你聽起來覺得 那個太悲壯 太可歌可泣 你看到想救雷恩大兵的 那個序幕的那一場的戰爭的時候 美國人爭勇猛 美國人為了要讓整個歐洲 從德國的這樣子一個鐵底下解放出來 美國人付出了非常慘痛的代價 諾曼蒂登陸你看起來死傷才慘重 他總共死傷多少人 4000多人 整個猛軍是4000多人 4000多人是什麼概念 連我們的古寧頭戰役都還比不上 後來不要去誇大諾曼蒂 如果說是超過諾曼蒂 4000多人超過諾曼蒂 10倍好不好 4萬人 從我自己的理解上面 今天的中國大陸如果說死亡 付出了4萬條人民的代價 統一台灣 中國大陸你做做民調 大家戰不戰 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大 所以不要用死傷的人數 覺得能夠產生了某種威嚇的效果 何況今天渡過英吉利海峽的諾曼蒂 那在當時都還容易多了 英吉利海峽不過三十幾公里 台灣海峽現在的寬度 當然是比較夠的 但是在中間 因為還有金馬還有澎湖 在中間變數是很多的 因此不要沉浸在西方的那種 二戰的戰爭宣傳 美國在二戰裡 你覺得他打遍了全世界多多厲害 他總共的死傷人數 就是三四十萬而已 英國 法國跟美國 全部的死傷人數加起來不到一百萬 日本都還能死了兩百萬 侵略中國 中國的軍人四百萬 俄羅斯是好幾千萬 連德國都有五百萬人的死傷 所以諾曼蒂不算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前兩天 當我聽到賴清德那樣講的話 我就覺得賴清德 你真的是為了騙年輕人選票 你什麼話都敢講 什麼叫做義務役的 義務役的不用上戰場 笑死 那我在過去服役的時候 在座各位服役的時候 不管是江濟人士海軍陸戰隊 我當一個部科的排長 我當義務役的時候 我會有以為說 我不用上戰場嗎 不可能吧 義務役的不但會上戰場 台灣就這麼小一個地方 打仗的時候 還有跟分什麼志願 叫你上你就上了 我九六年差點上戰場 對 我告訴你 不但會上戰場 而且你可能是第一批上戰場 你有沒有看到俄乌戰爭打到現在 快兩年了 那我告訴你 烏克蘭的精銳部隊 最近才剛開始往前線推而已 你最近看到的 俄乌之間的衝突 你看到的幾個的番號 什麼一二 一二一 一二八旅 九十三旅 四十七旅 四十六旅 八十二旅 這幾個番號對我們沒有意義 但是我告訴你 這都是烏克蘭在過去兩年 北約為他裝備的精裝師 這些精裝師到現在才上去 那過去一年多的時間 死掉的烏克蘭的部隊是哪些 就是像我們的義務衣 國土防衛流 我告訴你 你是第一批上的 你不要被賴清德騙了 馮氏寬只是老老實實的告訴你 馮氏寬還沒有找 把真相告訴你 所有的義務衣 你會第一批上的 我剛剛查了一下 這個沖繩戰役的時候 他們到現在搞不清楚 死多少人 四萬到十五萬 就表示很多死的到現在為止 可能屍骨為止 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那我覺得我們 不知道說什麼伏病 我們上成功嶺 那是高中畢業上從你 都要寫一封家書給父母 親愛的爸爸 媽媽 我現在要上戰場了 我如果沒回來 我如果死了怎樣 那要先留一封信 留在部隊裡 伏兵以後 隨時就可能把你送上戰場 你什麼時候 利物不用去檢獻 你賴清德在講什麼鬼話 我現在是否留在這輩子 送往人生 以後 我告訴你 誰會說什麼時 我請你 我